只有15个人吗今天 不会吧 再等一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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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词 我们还可以给它调换位置 就是楼上楼下 山上山下 这样的啊 但是上楼它是一个动词了 那如果是楼上呢 楼上是什么词 楼上 楼上应该是一个地点是吧 应该是一个地点哈 楼上 还有一个叫做楼下 同样的也有一个叫做山上 还有山下 山上山下 楼上呢之前说楼 不就是building吗 这个是楼 楼上 就是可能你在这个房间是吧 这个是楼上 楼下呢就是这个地方 这些都是楼下 这些都是楼下 楼下 这是楼上 楼下 然后山上山下 比如说我们去爬山 这些是山上 这是山上 这都是山上对吧 它们都是山上 然后下面这些是山下 山下 就是这个ground 就是山下 山上山下 然后除了这个楼上楼下 山上山下 我们还说过一个树上和树下 对吗 树上 树上 树下 对吧 树上和树下 就是under the tree 就是under the tree 和on the tree 和in the tree 树上 还有树下 好 所以我们之前可能学过关于那个位置 对吧 X 什么sistential sentence 就是比如说 我在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我在超市 是吧 我在超市 我们还可以问图书馆在哪儿 图书馆在超市北边 都是那种 是吧 就是somebody 或者是something somebody或者是那个something 然后加上一个在 加上一个在 然后呢 这是什么东西 可以了 嗯 somebody something 然后我们加一个在 然后后面是一个position 还记得吧 我在这儿 我在山上 我在山下 我在楼上 这个应该是hske的 是不是 在 后面是一个position 一个位置 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前面是position 然后 后面是有 对吧 有 山上有 山上有 一个 position 然后加一个有 后面是somebody all something all something 这是两个结构啊 这两个结构 我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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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楼下 我在山上 我在山下 我在树下 可以这样用啊 我在什么地方 好 结束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上一节课学的 关于身体的一些 部位是吧 关于身体的 比如说腿啊 然后还学过 脚是不是 腿和脚 还有别的吗 你知道有什么 关于身体的名字是吧 有哪些 腿 脚 还有别的吗 有人想说吗 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名字是吧 像腿啊 脚啊 还有那个mouse 还有我们的那个head 怎么说 还有那个eye 手 手 手 对手 有一个手 好 手是我们的hand 手 然后腿脚 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觉得我的网络好像不好 可以了 嘴 嘴巴的嘴 头是吧 这些 然后我们再看别的 就是这些啊 头 脸 牙 胳膊 还有肚子 嘴 眼睛 腿 脚 这些东西啊 大家可以记住 如果说不舒服 你可以说头疼 是吧 牙疼 肚子疼 腿疼 脚疼 这样的都可以 所以如果觉得 嗯 对 对 对他手 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 可以去医院 是吧 去医院 看病 去医院 看医生 看病 看医生 然后或者是吃药 对吧 吃药 啊 这些 然后我们又学了这个 这怎么读呀 这个字怎么读 how to read 树 公园 树 树 不是树 对 公园里有很多树 事物树 公园里有很多树 公园里有很多树 公园里也有很多花 是吧 很多的花 很多花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公园里 公园里什么 就怎么读 房间很漂亮 风景很漂亮 空气也很 也很 新鲜是吧 新鲜 fresh 也很新鲜 公园里的风景很漂亮 空气也很新鲜 好 这是我们学的容易和难 不太难 然后我们又学了一个grammar啊 来和去 那他的partan 就是是这样的 动词加上来 或者呢 加上一个去 前面的动词可以有很多 比如说拿 是吧 拿来 或是出 出去 用出去 上来 上去 下来 是吧 回来 回去 都可以 那么他们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什么不一样 就是 看 说话人 是不是 你需要 判断 the speaker 说话的人 如果 the direction towards the speaker 那我们应该用来 应该用来 比如说第一句话 我们在楼上 等你呢 你上来吧 在楼上是吧 可能在这儿 这是楼上 然后你在这儿 我们在楼上等你呢 你上来吧 我们看这个方向 the direction is towards the speaker 所以我们用来 不用去 就是上来 那如果是相反的 那如果是相反的 是吧 the direction away from the speaker 我们就用去 用去 是吧 比如说出去 我们在房间里面 然后外边 可能有人 我说你出去 你出去看看 出去 the speaker is here 说话的人在这儿 然后出去 所以呢 我们应该用去 这就是来和去 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会有很多词 比如说近 是吧 我们学会近是come 进来 或者进去 进来进去 出来出去 上来上去 过来过去 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动词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方向 都是 如果用来的话 the direction is towards the speaker 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如果是去的话 是相反的方向 用去 然后我们还讲了 如果中间 有东西是吧 有some place 那some place 必须在动词的后边 必须在这里 是吧 进教室来了 你不可以说 进来教室了 这是错的 应该是进教室来了 回家去了 上楼去了 就是some place 在这儿 如果是some thing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儿 也可以在这儿 都行 就是他不一样 老师进教室来了 那这句话 应该是学生们说的吧 应该是同学们说的 可能同学们 students 他们坐在教室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同学们说 老师进教室来了 这样说 好 那么如果是something的话 我们可以在前边 也可以在后边 都可以 前面在后边都是对的 带来 带作业来 或者是带来作业 大家明天 带作业来 或者是带来作业 都是可以的 还可以说买 是吧 买来 买 帮我买来点面包 买帮我买来点面包 就是这是我 那些心理 然后我让我的朋友说 你买来 所以这个方向是像我的 买来点面包 好 这个是来和去 好 这边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是下山的路上 是吧 下山的路上 我们说路上的话 不就是on the way吗 是吧 on the way 然后那个 就得go down here 下山的路上 我们还可以说 上学的路上 是吧 在我上学的路上 我看见了我的朋友 遇见了我的朋友 哎呀 都是我在说 我们来找同学来说吧 少来读一下 下山的路上 我看路上 我要来说 一个同学 找一个同学 车方读吧 来读小丽和小刚 好的 小丽 休息一下吧 小刚 怎么了 我现在 腿也躺 脚也躺 好 好 那边 书读 我们 过去 做一些吧 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觉得 这么累 这么累 嗯 上山容 一下 山南 你不知道 哎 你不知道 好 我们再找同学 谁可以读 不可以读 我老师 我老师 有没有想读的 请读吧 休息一下吧 怎么了 我现在 腿也疼 脚也疼 好 那边 那边 书 我们国主 说一下吧 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觉得 这么累 上山 容易 下山南 你不知道 好 好 再找一个 最后一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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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试一下 我要老师 走吧 过去 休息一下吧 怎么了 我现在 腿也疼 脚也疼 好 那边 速度 我们 过去 坐一下吧 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 觉得 这么累 上山 容易 下山 南 你不知道 嗯 嗯 好 好的 结束了啊 这个谁来试一下 有没有人觉得 想试一下 我可以老师 嗯 好 是吧 大家 小刚和 小丽和小刚 在下山的路上 小丽觉得 腿也疼 脚也 脚也疼 小刚说 那边 速度 过去 过去 坐一下 小丽觉得 上来的时候 没有 怎么累 小刚说 因为 三 三伤容易 下山南 对 下山南 下山南 好 谢谢老师 最后一个 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同学 呼感觉 对 没人 没有 没有同学 嗯 那好吧 结束 嗯 那我们来学习 嗯 都已经复习完了啊 我们来学习新的一课 看第一个词语 学习新课了啊 现在是新的课了 嗯 好 第一个词叫做量啊 乐意按量 它是一个 哎 mesure的量词 嗯 一辆车是吧 一辆自行车 用量 嗯 第二个 叫做楼 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building 楼 楼 楼啊 楼 嗯 有一个叫做教学楼 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教学楼 classroom building 是吧 教学楼 classroom building 教学楼啊 就是在学校里面 我们会有这样的楼 嗯 那如果大家 可能有同学 不是学生 已经工作了 那我们会有办公楼 办公楼 办公楼就是 嗯 我们工作的工作楼 就是在中国 很多的大城市吧 然后 就有这样的楼 然后可能 第一层是吧 the first floor 是一个公司 然后第二层 是别的公司 嗯 然后都是不同的公司 这样这个楼 是用来工作的 嗯 是用来工作 是用来办公的 所以这样的楼 叫做办公楼 这种楼 不是我们住的 是吧 不是我们 在上面可以睡觉的 是办公的 是工作的 那么这种楼 叫做办公楼 办公楼 如果是 学校的那个 叫做教学楼 教学楼 教学楼 嗯 是这种楼 嗯 一个是办公楼 一个是教学楼 可以记一下哈 非常地写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当然楼 还有上楼 下楼 是吧 上楼 下楼 嗯 上楼 下楼 那么第三个 叫做 把 一把雨伞 是吧 嗯 把的话呢 就use the four things with the handle 嗯 比如说我们的雨伞 是不是有个这样 handle呀 所以叫它一把雨伞 是吧 看我画的 一把雨伞 还有钥匙也是 就是我们那个key 嗯 那个钥匙 这样的钥匙是吧 钥匙 一把钥匙 一把雨伞 嗯 最后一个就是伞 嗯 好 最后是伞啊 就是我们那个embrider 这个叫伞 嗯 明白吗 大家 应该懂吧 应该会明白 明白老师 明白是吧 好 那我们再写一下吧 可能有的没有记住 第一个我说的是 叫做教学楼 嗯 技要教 教学楼 嗯 就是在学校 里面会有 然后如果你是 呃 office clerk 是吧 那种职员 公司职员 那你 可能 可能会去 去办公楼啊 你们公司的办公楼 办公楼 嗯 然后楼 还有上楼 是吧 上楼下楼 你们就是住楼房的话 呃 有很多层 有有20层 是吧 23层 40层 上楼下楼 大家不是通过脚 就是你不是on foot 你可以就是坐电梯 嗯 坐电梯 然后你就可以 就可以回到你的家了 坐电梯 对一按键 特一梯 坐电梯 有人知道吗 什么叫电梯 有人知道电梯 什么意思呢 坐电梯 好 那我写一下啊 叫做 EIO 这个啊 坐电梯 电梯 坐电梯上楼 是吧 坐电梯下楼 对 是这个啊 坐电梯 嗯 然后呢 嗯 拿 这不说了吧 这就这几个 然后我们结束哈 这几个词 下一个 嗯 大家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哎 自行车 是吧 自行 车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不清楚吗 同学们 我的声音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见楼是吗 可以 我 我 我这块显示的话 我的网络 有的时候不好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听见 我努力要大一点声 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 是吧 都是一辆自行车 嗯 然后那个下一个是 哎 这个车叫电动车 有人知道吗 电动车 在中国也有很 很多人骑电动车 因为比较快 比自行车快 因为有电 是不是 有电哈 这个叫电动车 电动车 电林有没有电动车 电林应该有很多摩托车吧 电动车好像不太多 嗯 这是那个 电 哎 电动车 然后下一个是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嗯 这是摩托车 然后 好 这 那这些 我有电动车啊 你的这个句子错了 我 我的家 是吧 我家有电动车 这句话 应该说 我家有电动车 对 我家有电动车 嗯 电动车好像在印尼 嗯 贵不贵啊 贵吗 电动车和摩托车 哪一个贵一点 电动车贵 还是摩托车贵 都是一样的吗 摩托车 嗯 好 然后 这个车 这个这个是 嗯 我一个同学 他说他喜欢 这个叫沙滩车 嗯 可以在沙滩上开的车 叫沙滩车 沙滩车 沙滩车 其实很多车吧 沙滩车 然后 这是我喜欢的 房车 但是太贵了 房车 可以开着房车 然后去旅行 嗯 这个是房车 那么这些车全都是一辆是吧 一辆沙滩车 一辆房车 一辆自行车 一辆电动车 一辆摩托车啊 都是这样的 用辆 好 这是辆 嗯 谁来读一下 第三句话 谁来读一下 有人来读吗 读一下 我老师 好 加拉来读吧 加拉先读 吃年我买了一辆一辆自行车 嗯 自行车 好 第二句话 读第二句 下拉 这辆车是北京 北京 北京 机场是吧 这叫机场 不是 机场 机场 机场啊 Air 那个Airport 机场 Airport 机场吗 是去北京机场的吗 第三个 我们出去 辆辆 我们出去 辆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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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辆辆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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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辆辆辆辆 罗亚老师 好读吧 读吧张嘉宾 去年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这辆车是去北京机场吗 我们出去叫辆出租车吧 对哈叫车 通常就出去辆辆出租车 就是那个大家出去 然后想如果你想坐出租车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with your hands 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叫车是吧 这个叫叫车 就是我们让它停下来 叫做叫车 叫这个叫啊 车是这个车 叫车 就是让车停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坐车嘛 这个叫叫车 好 然后有的词我们就可以不用一了 是不是 出去叫一辆出租车 然后有的时候不用一 就是叫辆出租车吧 就可以了 叫辆出租车吧 好这个叫机场啊 AirPods 机场 机场 下一个是把 不阿把 那可以说一把钥匙是吧 一把钥匙 就是a key 一把钥匙 还可以说一把椅子 一把 一把椅子 椅子 如果是把的话是这样的椅子啊 是这样的椅子 就是有这个的 有这个handle的 这种椅子 这个叫把 画的 一把椅子 然后最后是一把伞 他们都是啊 一把钥匙 一把椅子 一把伞 怎么样 记住了吗 一把钥匙 一把椅子 一把伞 谁来读一下第一句话 OK 柯老师 读吧 呃 桌子上有一把 呃 三零四房间的钥匙 嗯 对 三零四房间钥匙 第二个 读 他来的时候 我们 已经 搬好 椅子了 所以 他 一把椅子 也没搬 嗯 也没搬 三句 下雨了 我回家 给你拿 把伞 给你拿 把伞 好 第三句话 第一个是 呃 三零四房间的钥匙 是吧 大家应该会读吧 就是 那个 我们的 房间号码 是吧 room number 比如说 这种 我们应该读 101 而不是101 101房间 但是也有人读101房间 更常见读101 这个是304啊 这样读 读数字 嗯 这是一把304房间的钥匙 第二个 他来的时候 已经搬好 好椅子了 所以他 一把椅子 也没搬 这是我们讲的那个 一什么什么也 或者是一什么什么都 是吧 都没搬 一把椅子都没搬 一把椅子 也没搬 是一样的 第三个 下雨了 我回家 给你 拿把伞 吧 给你拿把伞 好 给的意思呢 就是 我们经常听见 给你打电话 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这个句话哈 给你打电话 give your phone give your phone call to you 给妈妈买衣服 所以给是什么呢 给就是 他引出一个动作 就是后面有一个人 引出一个人啊 introduce the recipe of an action 就是我给 我给朋友一个礼物 我给妈妈买衣服 我给他一本书 我给你打电话 是吧 听过吗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 我给你 打电话 有时间 我给你打电话 这给谁呢 是给你是吧 给你打电话 所以我们加个给 可以给 好 这是三句话 那么这个东西 这是伞是吧 这就是embrow了伞 我们说雨伞 如果是这样的 就是雨伞 这个叫做雨伞 一把雨伞 下雨了 我们需要一把雨伞 那如果没有雨呢 没有雨 有很大的太阳 那我们就需要一把太阳伞 太阳伞啊 这个就是 没有雨的时候 我们需要太阳伞 太阳伞 好 就是太阳伞啊 然后我们再看 这都是一把 一把雨伞 一把天阳伞 一把天阳伞 还有刚刚说的 一把椅子 是吧 一把椅子 一把钥匙 一把椅子 一把钥匙 一把伞 他们都用把 他们都用把 伯阿把 一把 一把椅子 大家知道那个desk怎么说吗 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说 desk或table 一把桌子 一把桌子 有人知道吗 一把桌子 不用把了 用张是不是 一张桌子 一张桌子 对 用张 一张桌子 一张床 是不是 我们都用张 用张啊 这个量子 用张 一张桌子 一张床 是吧 一张光盘 一张名片 一张飞机票 就用张 桌子 用张 吃饭的桌子 叫什么桌 吃饭的桌子 有人知道吗 吃饭的桌子 叫什么桌呀 吃饭的桌子 叫饭桌 对吧 吃饭的桌子 我们叫它 饭桌 吃饭的桌 叫饭桌啊 学习的桌子 叫做学习桌 学习桌 然后 电脑的桌子 就是有电脑的桌子 叫做电脑桌 这三个桌子 饭桌 学习桌 电脑桌 这几个桌 那么 看下一个 这个动作叫做拿 是吧 这个 拿 拿书 拿着书 就是拿 好 来大家告诉我 第一个字叫什么 第一个汉字 第一个汉字 叫伞 叫伞 第二个 楼 这个叫楼 楼楼 第三个 把 来 把 是吧 一把 一把云伞 这个呢 料 对 料 对吧 饮料 最后一个 拿 拿 对吧 拿 这个是拿 to take to fetch 拿 拿把 散 找两个同学读一下 再来读一下 我老师 读吧 第一个 三 三 三 楼 八 亮 拿 把 不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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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把 好 再来读 再找一个 再来读一下 我老师 读吧 三 三 肉 把 两 拿 拿 拿 他有同学吗 对 拿 还有没有别人 还想读吗 不要了 读吧 没办法 傻 狗 把 量 马 嗯 好 结束 那我们就结束了啊 这是我们今天学的词语 再一个 量词填空啊 这些都是量词 第一个叫做量 把 来读一下 我干脆 一个应该怎么说呢 我老师 嗯 来吧 接着飞 对 我 就 我 三 字 工作 哎 嗯 中国 中国 啊 中国 三 中国 啊 中国 中国 嗯 好 对 第二 第二个 这点 第二个 我干拆 看 有没有别人想试 好 你来说吧 找一个啊 找加拉 加拉来说 这有什么 这点 嗯 这点什么 衣服 是我 红衣服 红衣服啊 那个right 红衣服 红衣服 是我 最喜欢的 衣服 嗯 最喜欢的衣服 第三个 再来试一下 我老师 教室里有两把一支 教室里有两把一支 嗯 两把一支 四个 来 No.4 我干拆 四个 再来试一下 莫老师 这本书是昨天在货质上买的 嗯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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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老师 来 嗯 好 我们四个人可以交一两处主持 嗯 对 可以交一两次出租车 好 我们来说第一句话 第一个是 嗯 去过三次 次的话就是time 是吧 一次两次吗 哎 一次两次三次 去过三次 那个中国啊 这个是强调数量 是吧 你去过几次 我去过三次 你去过三次 我们还学过 the first time 叫做第一次 是吧 the first time 有人知道吗 第一次 第二次 知道啊 the first time 比如说 the first time to go to China 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去中国 是吧 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是第一次 去中国 第一次去中国 嗯 第一次 吃火锅 第一次啊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好 这个叫次 那么第二个是 这件 这是红啊 红红 红色的红 红衣服 嗯 我们之前学过红茶 红茶应该知道吧 什么是红茶 红茶是 black tea 这是black tea 对 红是right的 但是红茶是black tea 红茶 嗯 红红 沙茶 红茶 这个红茶 然后 哎 然后第三个是 教室里有 这个很简单 就是两把椅子 嗯 教室 然后这本书 这是火车站 就是火车站 有人知道吗 什么是火车站 嗯 火车站 嗯 火车站叫做 是那个train station 对吧 train station 火车站 嗯 然后还有一个 车站 是吧 车站就是bus station 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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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刚刚学的那个 Airport 怎么说 Airport 嗯 谁记得 Airport 对机场 是吧 机场 或者飞机场 飞机场 或者机场 飞机场吧 最像 啊 四个人 啊 可以叫 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 就是taxi 出租车 出租车啊 就是taxi 在中国 我们的司机 司机是 呃 司机是在左边的 对不对 司机是在左边的 在左边开始哦 印尼是在右边 对吧 印尼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吧 那个那个出租车司机 呃 他在 他在 呃 中国是在左边 印尼应该是在右边 这个是司机啊 司机 这个是出租车 对 有人知道 呃 什么叫 private car private car 这是什么车 我应该没记错吧 还是private car 有人知道吗 这是什么车 就是你自己买的车 自己买的车 叫做私家车 是吧 自己买的车 然后自己开的车 这个车叫做私家车 私家车啊 私家车 嗯 就是自己买的嘛 自己买这个车 然后你们开车 出去玩啊 出去什么的 那这种车 叫做私家车 我叫做私家车 四家车 我叫做私家车 我叫做私家车 对吗 我叫做私家车 好像到时间了 你不太喜欢说话呢 而且今天的人很少 25个同学 以后我们讲这个 勒和舅是吧 勒和舅 学习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小预发点是勒和舅 是吧勒和舅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一句话 妈妈起了床 就做早饭 刚拿了伞 就睡觉 饭拿伞和舅来 吃饭睡觉 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有没有什么关系 起了床就做饭 拿了伞就下来 吃了饭就睡觉 感觉是起床 是它先发生的 对吧 first happen then cook breakfast 然后做早饭 是这样的 对吧 起床 做早饭 拿伞下来 吃饭 睡觉 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表示 两个动作连续发生 如果用英文的解释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if和问 if 什么什么问 也就是说前边 下课吃饭 下课它是一个条件 这个是一个条件 是吧 这个是一个condition 吃饭呢 是一个结果 吃饭啊 这是一个result 是一个结果 什么时候吃饭 我下了课就吃饭 下了课 我就吃饭 不要着急 下了课就吃饭 妈妈什么时候 做早饭 妈妈起了床 就做早饭 起了床 就做早饭 是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前边的action 前面的动作 是 条件 这个是一个condition 是一个条件 后面的吃饭呢 是一个结果 结果 下了课就吃饭 起了床 就做早饭 拿了伞 就下来 吃了饭 就睡觉 明白吗 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个四句话 如果明白 我们继续 明白吗 没有人回答我 明白老师 明白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明白的 是吧 好 明白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 那这个就是说 如果句子当中 有两个主语 那两个主语 第二个主语 在哪呢 在旧的前边 因为旧是一个副词嘛 对 旧它是一个 是一个副词啊 所以呢 主语应该是在这儿 我们旧去书店 而不是旧 我们去书店 是吧 我们旧去书店 我们就对他说 我们就吃饭啊 不是旧我们吃饭 这是很简单的 下了课 我们就去书店 进了教室 我们就对他说 生日快乐 爸爸回来了 我们就吃饭 他到了办公室 我就告诉他 所以呢 这个乐 他还 这个乐 就是表示 要发生 如果发生了 if happen 如果 if this action happen we will do something 我们就会做什么 听懂了吗 听懂了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了啊 如果不回答我 还有一个就是 乐 就去书店呢 这个就跟我们的词语 有关系 像一些 下课 或者是 放假 是吧 放假 还有那个 做饭 动词 后面是 放和假 他们也是一个词 但是放 它是一个动词 假是一个名词 他们两个就变成了 一个新的词 have a holiday have a location 所以叫放假 做饭也是呀 做是cook 饭是meal 他们放在一起 变成了cook的meal 做饭 那这样的词 我们乐在中间 是不是 乐就在中间了 下了课 放乐假 做了饭 都在中间 对吧 应该懂吧 所以下课 我们说 下课就去书店 明白吗 比如说像吃晚饭 那乐应该在乐在这儿 是吧 吃乐晚饭 吃乐晚饭 就怎么样 吃乐晚饭 接到飞说 爸爸穿了衣服 就吃饭 对呀 可以呀 乐和就 再说哈 乐 动词加乐 然后呢 加上就 就哈 加上 加上动词 有人想写吗 写一下 练习 第一个 实在试一下 我看出来 实在试一试 应该怎么 试音成长吗 老师 第一课 对 第一个 说吧 第一个 这句话 你什么时间 给妈妈打电话 我打算 打算了 打电话 就吃饭 就吃完饭 我打算了 就不对吧 我们说打算 吃晚饭 打算 学习 打算旅游 是吧 打算 应该是打算 吃了晚饭 我打算 吃了晚饭 就给妈妈 打电话 我打算 吃了晚饭 就给妈妈 打电话 这样的 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action 打算 它什么也不是这样 就是打算 很小 应该吃了晚饭 就给妈妈 打电话 然后这个叫做 时候 不是 时间 什么时间 就是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这个是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给妈妈打电话 然后我打算 吃了晚饭 就给妈妈 打电话 是吧 吃了晚饭 就给妈妈打 电话 第二个 谁来试一下 我看圈 我可以老师 嗯 是吧 张家家 你怎么 到了家 要去睡觉 你怎么 到了家 到了家 用乐和旧 是不是 就去睡觉 到了家 就是 到了家 就是睡觉 嗯 对 我才累了 才累了哈 正确 第三个 第三个 再来试一下 第三个 第三句话 再来试一下 没有人 我要老师 好 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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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他 继续哈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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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来了 在书店 就买衣服 就买 就买 书 嗯 问题是 你什么时候走 是不是啊 他问你 你什么时候走 那你应该怎么回答呀 你什么时候走呢 啊 对不起 我又愁 我又愁 哦 对 哦 哦 来了 我 啊 哈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觉得你还是没听懂 你可以写一下 写一个句子 我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 大家写一个句子 用动词 然后加上了 然后就 加上一个就 是不是 嗯 动词加上了 然后再加上就 加上动词 可以写一下你的句子啊 然后我看一下 对不对 好 如果大家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 做下面的练习 第一个是 到了家 晚饭 睡觉 就走 来 谁来说一下 第一句话 first 这就是刚刚说的吗 是吧 来来来说吧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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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 吃了晚饭 就打电话 打算 吃了晚饭 就打电话 但是你没用这个呀 你不用也可以 你说吧 打算吃了晚饭 就打电话 第二个呢 第二个怎么说 老师 好继续哈 尽量飞 说吧 你怎么吃了 到了家 就睡觉 我太累了 你怎么吃了 到了家 就睡觉 这个不对呀 有一两个了呀 应该是 你怎么吃了 晚饭 就睡觉 是吧 对不起 你怎么吃了 你怎么吃了 晚饭 就睡觉 就睡觉 对 太累了 是吧 第三个 来第三个 没事没事 第三个 谁来吃一下 我干脆 我老师 说吧 你什么时候走 他来了 我就走 对 他来了 我就走 好 结束 然后我们来学习课文 这个pansage 是 parting at the exist of the building 在楼门口 送朋友 好 我们来读 雨下的 真大 你怎么回去 我送你吧 没事 我出去 较量 出租车 就行了 那你等等 我上楼 去给你 拿把伞 好的 我跟你一起上去吧 你在这儿等吧 我拿了伞 就下来 这是他们的对话 好 我看标题是在楼门口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门口 就门口是这个地方 这个叫门口 门口 就是道尔位 门口 楼门口呢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楼门口 就是站在这里哈 这个是楼门口 楼门口 所以他是在楼门口 送朋友 在楼门口 送朋友 好 在楼门口 送朋友 但是 现在 外面下雨了 是吧 而且雨很大 雨是 真大 雨下的很大 所以 怎么回去呢 怎么回去 然后我送你吧 没事 出去 出去就是go out 出去 叫量出租车 刚刚说了 叫的话就是 我们让那个出租车停下来 然后 就可以坐出租车回家了嘛 这个用叫哈 叫量出租车 其实叫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 叫外卖 大家喜不喜欢叫外卖 就是 不在家里做饭 是吧 然后你叫外卖 就是 take out 那个外卖 在家里面 然后 我们就可以 点一些外卖吃 这个叫做叫外卖 还有是叫出租车 是吧 叫一辆出租车 这个是叫 金一奥叫 然后 出去 叫量出租车 就行了 然后说 那你等等 我上楼 我上楼去 给你 拿把伞 这个词 我上楼去 给你 拿把伞 就是 小刚他们是在楼下呢 然后 小刚他要去上楼 但是 the speaker 他在这呢 方向是相反的 在这呢 所以我们用去 上楼去 上楼去 给你 拿把伞 给你 拿把伞 拿 就拿一把嘛 take an umbrella to you 给你拿把伞 好的 我跟你 是吧 跟你 也学过 我跟你 一起 上去 吧 都用去 是吧 上去吧 你在这等吧 我 拿了伞 就下来 小刚 什么时候下来 小刚 拿了伞 就下来 小刚 拿了伞 就下来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 都没有 我要 我要 说吧 Lucy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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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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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sentence of the conversation yeah 一下 你说这个吗 可以用一下吗 那你等等 那你等一下 是这个吗 一些 的 真大 the first 你说这个呀 雨 下的 真大 雨 下的 真大 it's talk about about raining 对呀 对 the raining 我们说 可以说下雨 是不是 下雨就是 it's raining 外面下雨了 外面下雨了 那如果是雨 它是一个subject 我们说雨怎么样 我们可以说雨很大 外边的雨很大 like rainfall big like that yes yes 雨很大 是吧 雨很大 那我们加一个动词 可以说雨下的很大 雨下的很大 我不能打字 就是说雨很大 这个意思啊 雨下的很大 下的很大 下的很大 雨下的很大 对雨下的很大 下是一个动词嘛 下是一个动词 下的 后边的话 加上一个副词啊 下的怎么样呢 下的很大 嗯 对吧 下的很大 后面是 你可以理解为是 a result 一个结果 雨很大 是吧 is very heavy 雨下的很大 下的很大 加上一个 副词是吧 副词加上词 雨下的很大 下的很小 通常是很是吧 很大很小 雨下的很大 我吃的很多 我吃的很多 吃的很多 所以这句话的重点是哪里 我吃的很多 嗯 吃 是多是吧 重点我们在修饰它呢 下的很大 雨下的很大 重点是下 很大 我吃的很多 嗯 这件衣服我卖的很贵 卖的很贵 卖的怎么样 卖的很贵 嗯 所以 雨下的真大的意思就是说 是吧 这是一个结果啊 this is a result 下的真大 下的很大 这件衣服 嗯 卖的很贵 是吧 卖的很贵 我吃的很多 就有个得啊 得的后面是一个副词 得后边是副词 得后边是一个副词 前面是动词 嗯 然后是名词 这样的 嗯 还有吗 嗯 懂了 老师 嗯 好的 还有别的吗 有没有别的 不懂的 别的话不懂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找同学来读一下吧 嗯 找两个同学 一个是小刚小丽 谁来读小刚 谁来读小丽 我要小刚老师 嗯 好的 叫他小刚 小丽呢 谁是小丽 嗯 我老师 好读吧 哦 好的 海力头 好的 一些的 真大 你怎么会吃 我送你吧 没事 我 没事 我 嗯 谁谁 谁是小小丽 是扎拉和海力头 嗯 将家家一会儿来 嗯 嗯 谁来读 小刚是谁呀 扎拉和韩力头来读是吧 小刚和小丽 没人读 那就 嗯 没事 没事 我去去 就家车 住车 就行了 嗯 那你等等 我上楼 吃给你 拿把伞 嗯 好的 我跟你一起上去吧 你在这儿 等吧 我 我拿了 伞就下来 嗯 拿了伞就下来 韩力头 这怎么 这怎么读 这怎么读 对对对 嗯 是吧 谁来读一下 谁来读 哦 江老师 嗯 读吧 我先老师 还有谁 基隆飞和谁 我放老师 我先来说 基隆飞 基隆飞和张家家 和郭新雨 好 基隆飞 郭新雨 读吧 哦 奥 下 以 衬 对不起 以 想到 政大 你怎么 去 我 row 伤税 你吧 我row ENNish 我出去 哲 量 cut 出去吃就行了 那 那你等等 我上楼就 给你拿把伞 好的 我跟你一起 上去吧 你在这儿等吧 我拿了 我拿了伞就下来 嗯 拿了伞就下来 好可以啊 这个读伞 不要读伞啊 伞伞 伞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啊 小丽怎么回去 小丽 怎么回去啊 她怎么回去 小丽啊 怎么回去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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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对是吧 坐出租车回去是吧 坐出租车回去 小刚 上楼做什么 她为什么上楼呀 她上楼做什么 小丽 对哈 小丽 对拿伞是吧 拿伞 上楼拿伞了啊 这个 好 就完了 那么我们再做下一个 先读一下啊 小刚在楼门口送小丽 可是外边雨下得太大了 小刚想送小丽回家 小丽说出去较辆出租车就行了 小刚要上楼去给小丽 拿把伞 拿了伞 就下来 好 谁来读一下 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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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尽量飞下读吧 然后是 全有康 好的 小刚在楼门口 楼门口送小丽 可是外边雨下得太大了 小刚想送小丽回家 小丽说出租车就行了 小刚要上楼租给小丽 拿把伞 拿了伞 拿了伞 就下来 拿了伞 就下来 好 全有康 读吧 小刚在楼门口送小丽 可是外边雨下得太大了 小刚想送小丽回家 小丽说出去 叫出租车就行了 小刚要上楼去给小丽拿把伞 拿了伞就下来 嗯 拿了伞就下来 好 结束了哈 我们再把这个继续 小刚 小刚什么呀 一起说啊 小刚 在楼门口 送小丽 可是 外边 外边 雨下得太大了 小刚想送小丽回家 嗯 小丽说 叫出租车啊 就行了 小刚要上楼去给小丽 拿把伞 拿了伞 就下来 嗯 再来试一下 有人要试吗 护根拳 老师我又试一试 嗯 试吧 网站验 小刚在楼门口 嗯 送小丽 嗯 可是 外边 下雨 不是 雨下得太大了 嗯 小刚想送小丽回家 嗯 小丽说 叫出租车 等一下 叫出租车 就行了 租车 嗯 租租车 就行了 小刚 要上楼 去 呃 给小丽 拿把伞 拿了伞 就下来 嗯 拿了伞 就下来 好的 非常好 还有人要试吗 夜彩琴 今天 哦对 夜彩琴 身体不舒服 所以不能说 嗯 还有没有别人 我要试 好 说吧 来啦 嗯 小刚在楼门口 楼门口 送小丽 嗯 可是 嗯 可是 外边 是吧 外边 玉霞 玉霞得太大了 嗯 小刚 小刚 想送小丽回家 嗯 小刚说 小丽说 小丽说哈 小丽说 对不起老师 小丽说 出租车 叫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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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叫出租车 嗯 就 就行了 小刚 要上楼 吃 给小丽 拿 把伞 嗯 拿 拿了 伞就 下来 拿了伞 对 拿了伞就 下来 嗯 挺好的 扎拉 谢谢老师 嗯 还有吗 有没有别人想试一下 想找五个同学啊 现在有两个同学 嗯 还有三个同学 罗老师 嗯 好 小刚 在罗门口 送小丽 可是外边 一下子太大了 嗯 小刚 想送 小丽回家 小丽说 叫出租车 就行了 小刚 要 上楼 寄给小丽 拿把伞 拿了伞就 下来 嗯 拿了伞就 下来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谁要试一试 我呀 老师 嗯 好 小丽 小刚 在 露门口 送小丽 可是外边 雨下的 太大了 小刚 向 送小丽 回家 小丽说 出去 出去 叫 出租车 就行了 嗯 小刚 要 要上 楼 去 给小丽 拿把伞 拿了伞 就下来 对 拿了伞 就下来 嗯 那问大家 一个问题 小丽 怎么回家呀 小丽 怎么回去 他 出租车 对啊 出租车 是吧 坐出租车 回去啊 坐出租车 回家 对吧 坐出租车 回家啊 好 我们继续学习 下一个 三个词 第一个叫做 胖啊 胖胖 就是 第二个叫做 其实 嗯 actually 其实 嗯 下一个词叫 瘦 瘦 瘦 嗯 那么这两个 胖和瘦 就是可以说 一个人 是吧 就是那个figure 身材怎么样 嗯 他有点胖 啊 他很瘦 是吧 很瘦 这个是胖和瘦 那么还有一个词 也是 fat 但是 他叫做肥 不为肥啊 这个叫做肥 这个肥的话 我们不能说人啊 我们不能说他很肥 这是错的 嗯 我们可以说衣服很肥 这件衣服 很肥 非常肥 可以这样说啊 很肥 嗯 衣服很肥 比如说 一件衣服 嗯 就是那个 这样的哈 就是两边是 特别特别肥的那种 是吧 这种就是很肥的啊 这件衣服很肥 或者说这裤子很肥 啊 又肥 啊 所以 女生的话 就是喜欢说 我要减肥 是吧 减肥 嗯 那么减肥 减肥是什么意思呢 减肥就是 变瘦呀 是吧 叫loose weight 啊 这个叫做减肥 这个叫做减肥啊 减肥 啊 减肥啊 那么第一个肥 那么第一个肥 就是说衣服很肥 裤子很肥 啊 不合适 是不是 我穿这件衣服 不合适 太肥了 衣服很肥 嗯 这件衣服很肥 然后还有一个叫减肥啊 减 就是loose weight 减肥 嗯 当然还有一个药 是吧 有一种那个药 叫做减肥药 嗯 但是它对身体不好 减肥药 减肥药是吧 吃那种减肥的药 嗯 对身体也不太好 好 嗯 怎么样 明白吗 这个肥 应该明白吧 这是肥啊 第二个叫瘦 瘦 很瘦是吧 它很瘦 非常的瘦 衣服很瘦 这样的 瘦瘦 好 今天就学这三个词语 一个是胖 第二是其实 其实就是actually in fact 其实 瘦 好 我们来说其实 嗯 第一句话是老师 嗯 其实 也有 不懂的时候 老师 其实 也有不懂的时候 好 就是不懂的时候 对吧 也是有的 啊 it is true 是真的 是这样的哈 所以老师 其实啊 也有不懂的时候 嗯 其实这件衣服 不是我买的 嗯 这件衣服 不是我买的 是吧 in fact 这件衣服啊 不是我买的 嗯 是别人买的 不是我买的 第三个 其实啊 我每天都运动 嗯 其实我每天都运动 所以其实后边的话 就是代表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 it is true 嗯 有不懂的时候 对吧 老师啊 有不懂的时候 这件衣服 不是我买的 我每天都运动 嗯 加一个其实 就表示 哎 这件事情是真的 是真的发生的 it is true 这个用其实 明白吗 明白老师 明白是吗 好的 嗯 那好 那就好了 那么我们来 给句子配对 是吧 先找同学读一下 读一下 嗯 A 把这边读了啊 谁来读 这个 谁来读一下 有人读吗 我 我先老师 嗯 读吧 车房 读吧 他今天 没有上课 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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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 你们 第二个 你们 你们 你们不得选 去旅游吗 嗯 你的汉语 很好 嗯 对汉语很好 好 谁来读这个 好 好 找尽量飞吧 计量飞读一下 其实我们已经买好 买好 买好 去北京的火车飘了 嗯 其实它生病了 嗯 谢谢 其实我每天都学习汉语 嗯 都学习汉语 好 刚刚谁想说了这 刚刚谁想读了 是谁想读 刚刚是谁了这 我没听清 好吧 不回答我 那好吧 那下一个问题啊 谁来做一下 是吧 谁来做一下 那第一个 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应该怎么说呢 今天啊 他今天没来上课 我们应该选什么 哪一个 他生病了 对 其实他生病了 是吧 哎 其实他生病了 第二个 你们不打算去旅游吗 其实我们 你的汉语很好 谢谢 学习的汉语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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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 每天都学习汉语 自己汉语 嗯 对 每天都学习汉语啊 用其实 好的 结束 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啊 哦 好吧 第一个怎么读呀 第一个词 这个词叫做 其实对吧 其实 第二个呢 这个 胖 胖 胖 对 快点啊 刚刚说了一个 胖是说人很胖 是吧 如果说衣服呢 说这个衣服 我们应该有什么词 对啊 衣服用肥啊 这件衣服很肥 这条裤子很肥 最后一个 瘦 瘦 瘦 是吧 瘦啊 再问一个 如果是 这叫什么 这个词叫做 减肥啊 减肥 减肥啊 减肥 还有一分钟 我们 把这个说了啊 应该可以说完 能和能什么什么吗 为什么我的汉语学得不好 你不做作业 也不练习 能学好吗 能学好吗 这个意思就是 你不能学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做作业 你也不练习 所以呢 就是不能学好 所以我们用能和妈 来进行反问 每天你 吃了饭就睡觉 也不出去走走 也不锻炼 能不胖吗 意思就是能胖 能胖 所以我们看 如果 中间这个词 它是肯定的 意思就是否定的 如果是否定的 意思就是肯定的 有没有听懂呢 有点绕哈 那我们再回来看 如果听没听懂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这个解释 就是我们经常啊 能什么用吗 用于反论 对 如果是肯定的 如果中间是肯定的 表示就是否定 对吧 如果是中间是肯定的 它的意思就是表示不能 如果是能不胖吗 意思就是能胖 会胖 再给一下 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为了强调啊 就是为了 emphasize 为了强调啊 你 为什么汉语学的不好 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不好呢 就是你不做作业 也不练习 所以就不好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不用回答也可以 就是你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yes or no 也可以的 每天吃了饭就睡觉 也不出去走走 能不胖吗 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会胖的 你一定会胖的是吧 好 好 就是这个啊 行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最后一篇文章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有时间看一看啊 就是周太太和周明 他们在聊天 那关于这些词语 今天学的一些词语 大家明白吗 好的 如果明白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哈 感谢今天的同学们 一共是24个人 希望你们可以坚持到最后一天 好的 那大家 好的老师 谢谢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拜拜再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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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